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9月22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日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 香港時事 今天也來到24節氣的秋分 今天我們有位網友 下系生日 祝他生日快樂 如果你也想在節目上 可能聽到 自己 記得跟我們多些密切溝通 盡量我們也在 這個節目裏保留一些電台的作風 因為香港的時事網台 在很大程度上 保留了 其實是 電台的論證 還有時事評論 那個傳統的 所以我們仍然在今天YouTube那麼盛行的狀態 我們仍然 不當自己 是跟其他YouTuber一樣的 我們仍然是時事的網台 仍然 好像以前的大氣電波廣播 當然 由於現在的互聯網的發展 現在很多時候的網媒 覆蓋率早早就已經超過了大氣電波 不過我們的節目風格仍然是時事評論的節目 而不是拍攝影片介紹 吃喝玩樂或者產品的YouTuber 這節我們要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發生最新的學校風波 這次這間學校是叫做人際醫院 是董知英紀念中學的 相關的學校 是做了一件非常之錯的事的 就是他 是行政失當的 居然學校遲了遞交 報名表 使得 整間學校的學生 是未能夠參與這個 學界足球比賽的 一間學校不忘了報名參加學界比賽 有甚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這間學校 是在香港的足球學界上面 是一間有知名度的學校來的 自從 2003年到2004年開始 在14年 都獲得 沙田還有西貢區中學學界第一組 夾組足球賽的冠軍 還有六次 獲得全港學界精英足球比賽的冠軍 就是說 這間學校的足球隊 絕對 在學界的比賽裡面 是名列前茅 的優秀 是名列前茅 的參賽者 好 這也不代表可以 犯錯 又或者 可以獲得優惠的 我們一會再嘗試討論 先說說 學校再發生甚麼事 學校由於犯下了那麼大的錯誤 以至 學校 需要出來校長出來交代的 但是 整個交代就是歸咎於一個 前體育科的主任 說前體育科的主任 是在離職的時候未做好報名的交接工作 而且 遺失了 是密碼的 就是這個 學界的報名 需要開設帳戶 帳戶需要有密碼 但是後來被揭發這個說法竟然 很大程度上 可能是謊話來的 就是說 一件事 爆發醜聞 但是跟著 後續爆發的醜聞更加多 這個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來的 尤其是政治 在政治裏面經常政府 又或者 大公司或者公共機構的 就是為了隱藏第一個錯誤 接二連三 被揭發更加多是錯誤出來的 這次 人際醫院董之英學校也是相同的情況 因為 相關的前 體育科主任透過了教育工作者工會 發聲明 聲明 以及 公佈的資料直接把董之英 紀念中學學校校長 所說的版本徹底反駁 相關公會接獲前體育科主任求助 發現經調查之後 校方是涉嫌不實指控這個 學校老師的 令到 教師的名譽嚴重受損 於是公會 引述一份知學 體會 申請重設網上報名系統 登入密碼表格 這個表格是在7月24日 已經簽託的 而且上面 印有 校長的姓名 還有印章 還有學校的印章 就是說 學校已經 委託了另一個教師負責 當然我們相信 這次忘記報名風波 當然也真的是 跟有體育科主任離職有關 但是 既然是有人離職 而學校 並沒有好好把握 是負責監察到底進度如何 導致發生 體育名校 忘記報名 於是當然 令到大量 學生參賽者受害的 剛才所說的 工會也引述 學體會 學體會也發聲明 8月13日已經 接獲了重設密碼的申請表 即是說 相關的學校已經 重新申請戶口 已經重新獲得密碼的 但是仍然 忘記報名 相關的求助教師 即是前體育科的主任 的求助 他有通訊紀錄 通訊紀錄顯示 是由暑假期間開始不斷跟學校溝通 並未 接獲任何有關報名事宜的查詢 即是說 其實接入的老師也都 不知道 可能比賽就快要截止了 要報名 截至9月13日 兩位老師仍然有聯絡 所以 校長指控前教師 說交接工作不合作 拒絕暑假補課 這個指控 是一個失實的指控 事件反映了甚麼呢 事件反映了這些 香港的中學其實長期 是缺乏有效的監管制度的 裏面 的文件又不足 很多時候 裏面的行政可能全部交給 是某幾個先生負責 結果是有員工 來職 先生來職 然後整間學校就陷入癱瘓 結果爆發這次忘記報名 補風波 也不僅的 例子 更加觸發 連教育局都會有皮 discrimin想邏輯 說如果發現這間董資英紀念中學 rapidement 있게說現在 不僅只有這間學校 這個名稱 不是嚴重受損 這是酒 opener 因為他竟然是一間 學界足球的強校 竟然忘記報名 然後還要把整件事歸咎體育科老師 更加被 前體育科老師揭發 原來學校出來開記招的指控 全部缺乏足夠證據 就是完全 單方面 片面支持 所以 借這個機會再跟大家說 不要經常說香港人不知道 香港人應該 在這個社會生活了那麼久 不知道什麼叫做 是留下證據 留下紀錄 的重要性 這裡也提醒大家 無論你 是工作也好 你是其他的事情也好 其實留有相關的紀錄 衛免日後爭拗 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應該做的 也能夠令到這件事更加公平 基本上 是絕大多數 有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是一件事更加公平的事情 早幾年香港 就是掀起了一股 浪潮 這股浪潮就叫做 有你沒有你上網投訴了 出來 Facebook 社交媒體 TG Channel 有你沒有你先作故事 然後 還要匿名 身份也不需要交代 總之就是作故事 又不用證據 又不用圖片 有圖片也是漢圖作文 這件事根本是完全 違反 香港作為一個 原本發達的社會 的根本的習慣 因為作為一個 本身是商業社會 留有 證據 留有對話紀錄 跟著公開身份 公開交代 本身就應該是這個社會的習慣 所以 在特定的情況 你說我忘記了 是有留紀錄 在充足的解釋的情況下有可能發生 但是應該正常來說 在絕大多數的工作環境 在絕大多數的工作環境 沒有可能甚麼紀錄都沒有留下 例如電郵 WhatsApp對話 一定會有的 好了 這次這間學校的校長 一而再再而三 是跌入自我 截下的陷阱裏面 就是因為沒有清楚 查閱 就是相關的紀錄 就出來緊急 要開這個記招交代 原本這件事已經夠錯了 但是後續的發展 是錯得更加厲害 不要小看 大家 其實約翰遜 英國首相下台 也不是因為 是違反 防疫金令那麼簡單 而是因為整件事 是誠信問題 即是所謂派對門事件 在西方世界相當之普遍 甚至乎連英國首相 都可能要下台 香港不用說了 香港長期失誤 長期不用負責 包括大量高官 還有政府部門 所以 香港 雖然 你可以痛斥這次的學校 但是你想 它真的要問責下台 也挺難的 好 我們今節 也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也請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好 我們今節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 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 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中文字幕 李宗盛